三藩市市長候選人麥發欣 因為被指濫用提案委員會資金 被道德委員會罰款金額 將會成為三藩市歷來最高的選舉委員會罰款 麥發欣回應說會負上責任 王英文報導 據三藩市紀報報道 麥發欣在選舉日前夕 同意支付道德委員會今早公布的罰款金額 罰款共約10萬8180元 金額包括尚未退還而且超出限額的資金 針對麥發欣的支持提案D委員會 向競選市長委員的匯款 公眾爭議早於6月引起 對麥發欣支持提案D 和競賞市長委員會共享收入和開支的做法有疑問 而當時紀事報也有引述 三名前市長簽署要求刑事調查麥發欣和他的團隊 根據選舉法例 雖然競選市長委員會不可以接受超過500元的個人捐款 但提案委員會就沒有這個限制 道德委員會的調查發現 麥發欣團隊利用這個規則 首先由支持提案D委員會收取款項 然後以共享開支的名義 匯款超出一般開支的金額 道德委員會指這個方式 令麥發欣在競選期間獲得不公平的優勢 以及被其他候選人獲得額外的一個經濟渠道 在之前的活動 麥發欣一直都否認有財政過錯 以及說競選對手的指控是沒有根據 本台今早聯絡麥發欣陣營 麥發欣回應指 罰款是為了解決多個月前公布 而且已經修改的會計錯誤 而且作為這兩個委員會的負責人 他會為過錯負上存責 這次罰款是道德委員會判處最大金額的選舉委員會相關罰款 而委員會星期五將會投票決定最終罰款金額 麥發欣在2014年的時候都曾經被罰款 但是麥發欣控訴市府之後 已被將罰款由19萬1千元降到25000元 麥發欣陣營的回應表示 他們引述前平等政治委員會委員 Dr.T.Anthony Quinn 的看法 以及說道德委員會這次的調查時間比一般的案件短 而且案件內容仍然有爭議 所以委員會不應該在選舉前加速調查而且公布結果 以避免被人誤會是對候選人取態的表現 26台記者黃永文報導